松山機場篩檢站 今天下午四點要正式啟動了 就在上午行政院長蘇貞昌親自視察 確保動線盛暢 目前北北基陶啟動了八處篩檢站 包括自由廣場新北的細紙站 還有桃園的龍潭站等地 北北基陶可修飾疫情的JUNJ區 光是這四個縣市的確診數 就已經佔了全國近七成 所以政府不敢大意要增加篩檢量能 對不起 我早上九點就主持防疫會議 到剛剛十點四十有點慢 上午才看完防疫會議 蘇貴臨時增加行程 在指揮官陳時中陪同下 視察松山機場三合一篩檢站 然後連一下打藥 對 一口 一口 吃完 親自視察確保動線順暢 松基篩檢站分三個通道 除了預約 非預約通道 右側綠色通道 提供12歲以下幼兒 以及65歲以上長者篩檢 看診 拿藥 三合一服務 民眾我要篩檢站 先從左邊的出口進去 在這裡進行掛號後診之後 繞一個U字形 再從右邊的出口裁檢領藥 之後從右邊的出口離開 晚上八點到晚上八點 全天十二個小時 完全這中間完全不休息 分三個時段 全國確診數不斷攀升 北北基桃更是重災區 今年以來確診數破77萬 占全國的六成八 也難怪政府不斷擴大篩檢量呢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協調 跟公立醫院能夠來 加設大型篩檢站 而且都馬上在48小時內就完成 看看北北基桃已經啟動八處 大型篩檢站 基隆一個台北桃園各兩個 新北三個 共提供6000PCR篩檢量 松山機場大型篩檢站21號啟動 面對疫情洪峰 在天勝利軍 記得許家生成員 提供台北桃園